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 南部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从清晨然后一直到晚间 随时都可能会降雨 所以南部地区温度相对来说 反而是比较低的 然后降雨几率是特别的高 至于在云林以北 就中部北部地区 主要的降雨形态是午后短暂雷震雨 尤其是靠山区的地方 那么如果雨下下来的话 真的可以消暑 因为非常炎热 而东部地区呢 那么非常稳定 那就是更炎热 好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60% 白天的温度28到36度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中央气象局有特别提醒 台北市盆地 新北市盆地 还有桃园市 靠近山区或河谷的地方 在中午前后 都有可能会出现 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那是比体温还要高的温度 各方面你的散热排汗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晒防中暑 要多补充水分 好那么另外呢 就包括了北部地区当中的 基隆市新竹市 还有新竹县苗栗县 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 也都可能会出现 36度左右的高温 好所以从中部以北地区 每一个县市都要注意极端高温 好中部地区呢 是多云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 降人几率30% 白天的温度28到35度 而注意高温警戒的中午前后 那几乎中部所有的县市 都有高温警戒 而南部地区呢 相信之下 反而是温度没有那么的高 因为它从早到晚都有机会下雨 那么中部地区多云时阴 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人几率高达7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东部地区非常稳定 但是就要注意极端高温 情时多云 降人几率只有10% 中央气象局呢 针对了包括有花莲 台东还有宜兰 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在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 36度的高温 澎湖地区多云 降人几率1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2度 所以呢 除了离岛地区 有海风调节 然后呢 高雄台南 屏东 那么因为呢 西南风带来的 从清晨一直到 中午之后的这个降雨 所以呢 温度相对没那么高之外呢 其他地区都要小心注意 热爆了 那么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现在才7点15分 但是呢 台北的温度已经30度了 台中跟台东 现在是29度 台南27度 高雄26度 宜兰花莲 澎湖 都是28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高雄工业指数 下跌了85点 刷盘指数是 35,058点 跌幅0.24% 纳斯达克下跌了180点 刷盘指数是 14,660点 跌幅1.21% S&P指数 下跌了20点 刷盘指数是 4401点 跌幅0.47% 费城半导体 则下跌了 60.95点 刷盘指数是 3215.97点 跌幅1.86% 好 所以四大类股 都是下跌的 尤其 非诚半导体的跌幅 特别的重 那么 非诚半导体 已经是连续 两个交易日下跌了 这里面呢 五大科技天王 是全数下跌 苹果跌了1.49% 脸书跌了1.25% 阿发贝跌了1.59% 亚马逊跌了1.98% 而微软跌了 百分之 0.87% 那么 台股的ADR呢 也是全数下跌 台积电的ADR 下跌了百分之 1.82% 鸿海的ADR 下跌了百分之 1.29% 热光的ADR 下跌了百分之 1.81% 联电的ADR 下跌了百分之 2.74% 那么中华电信的ADR 小跌了百分之 0.02% 这呢也冲击到 台子旗的夜盘呢 那么是下跌了 134点 今天呢 等到8点45分的时候呢 台子旗开盘呢 势必是要开低了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是小跌的 牛油旗货价格 下跌了26美分 每一桶的报价是 71.65美元 跌幅百分之 0.36%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 10月交割的期货呢 是下跌了18美分 跌幅百分之 0.24% 黄豆的部分呢 是上涨了1.75美分 涨幅百分之 0.13% 黄金小涨了60美分 近乎平盘 小涨了百分之 0.03% 明显是在观望呢 联准会 这个礼拜二礼拜三的会议 明天台北时间的清晨呢 他们会做决策 那这个决策呢 对于他到底是走向更鸽派 还是更鹰派 那么对于这一些金融市场的操作 当然影响很大 所以呢 黄金观望平盘 那么白银期货的部分呢 中错了百分之2.64 铜的期货 也下跌了百分之0.88 拔金的期货呢 也中错了百分之2.67 而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下跌的 下跌了0.263个百分点 来到92.362 那么这个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下跌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价指数 下跌了29点 跌幅百分之0.42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46点 跌幅百分之0.71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99点 跌幅百分之0.64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其实美国昨天的经济数据 都是相当不错的 包括了消费者信心 包括了房价指数 都超乎预期 尤其是在消费者信心的部分 美国经济研究联合会 那么他们公布 他们7月份所调查的消费者信心 129.1 即100以上就代表乐观了 所以129.1其实蛮高的 它不但比6月份的127.3要来得高 而且也比预估值要来得高 原本预估是说 现在消费者信心应该是微微下滑 就没有 其实消费者信心还在往上升 而且这背后呢 一个更好的讯息呢 是美国消费者对于通膨的预期 终于有一些些的缓和了 那么不管是对于这个通膨预期 或者是对于未来三年的通膨预期 其实都有微微的下降 房价指数五月份 五月份的房价指数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增17% 如果是跟前一个月相比的话呢 月增1.8% 这一些房地产还在不断的上涨的一个记录呢 显现出来这个低利率的时代 使得房价仍旧居高不下 而且节节的上升 好 但是它这里面的预测 其实是很不平衡的 一个一边是拉高 一边是降低 包括了美国的经济 上修为上修0.5个百分点 来到7% 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率 上修1.5个百分点 来到7% 然后呢 这个英国的部分 上修1.5个百分点 来到7% 欧元区的部分上修0.2个百分点 来到4.6% 而日本的部分 反而被调降了0.5个百分点 那么事实上整个亚洲都被下修 包括了中国大陆被下修0.3个百分点 来到8.1% 印度下修了3个百分点 来到9.5% 东南亚国协呢 也被调降了0.6个百分点 来到4.3% 所以一边是欧美随着疫苗 然后解封 然后开始看到它经济的 这个复苏 然后呢 国际货币基金上修了 对于美国欧洲的 这个经济成长率 但是在亚洲 目前Delta病毒 越来越猖獗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下修了 整个亚洲地区的 经济成长率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韩国 那么两韩的关系 终于出现了缓和 那么昨天呢 韩国政府正式的宣布 已经断线了一年多的热线 恢复了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韩国呢 公布了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激增0.7% 就是第二季跟第一季 相比激增0.7% 这个激增的程度呢 不如第一季的时候呢 今年第一季比去年第四季 激增1.7% 那如果就年增来看 因为去年的激期很低 年增率5.9% 其实也不如预期 所以都显现出来 韩国的第二季就已经看到 扩张力道放缓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跟比特币有关的 那么之前呢 是英国商报 那说呢 亚马逊呢 即将要使用 开放让比特币 可以在亚马逊上面 来购买支付 那这个消息其实 当时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因为这个比特币的 波动幅度非常的大 作为支付工具来说的话 到目前为止 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好 亚马逊呢 正式的否认了这个消息 这使得呢 亚马逊这个比特币的 这个价格呢 一度曾经下跌到 3.7万美元这附近 但是呢 目前它呢 仍旧是又反弹 来到了一块比特币 3万9千060美元 那显现出来市场认为说 虽然亚马逊 现在不会开放 但是不代表 它未来不会开放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的钢铁呢 要注意了 现在传出来呢 中国大陆呢 它为了要控制 内部的钢铁的价格 避免它价格飙涨 然后呢 也要避免呢 大陆的这些钢铁产业呢 拼命的生产 而影响到大陆的减碳的 这一些发展 所以呢 现在传出来 打算要对于出口的钢材 苛增出火关税 过去呢 大陆对于钢材的出口 它不但没有苛税 相反的还可以退税 最高的退税呢 其实可以退到13% 但是5月份的时候呢 取消了出口退税 那么等于就是加价了 那么现在呢 更进一步的 可能会对于热亚钢卷 那么这个采取这个出口关税 这个消息可能使得全球的钢铁的供应 影响会变得更大 好 但是呢 影响更大的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好 那现在呢 昨天 因为最近呢 中国大陆在包括了网路 还有包括了一些政策上面 影响这个在这个国际上面呢 上市的中概相关股票 不管是网路平台 或者是教育相关的个股 所以昨天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 最新表态 要求呢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必须要定期披露 政府干预他的业务的风险 你必须要披露 这个风险会不会因为政府的政策改变 而使得风险增加 好 那么另外呢 彭博报道 在香港跟大陆的市场传出来说呢 美国可能会限制所有的美国基金 投资大陆跟香港的股市 这件事情呢 使得昨天呢 入港股呢 继续的重挫 上证指数呢 重挫了86点 收盘指数3381点 跌幅2.49% 深圳城市大跌了537点 收盘指数14093点 跌幅高达3.67% 香港恒生指数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呢 大跌了1105点 收盘指数是250086点 跌幅高达4.22% 影响所及不是只有股市大跌 包括了汇市的部分 这个人民币呢 债人人民币跟离岸人民币都扁破了6.5的关卡 而在这一个 这个这个债券市场的部分呢 也出现了这个殖利率往上升 而债券价格往下跌 显现市场现在的焦虑 但现在的焦虑担心的是 它会不会波及不只是大陆的债券市场 甚至于会波及的是亚洲的市场 更进一步波及欧美的市场 好那么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就连续性的第二个交易日开高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呢 再跌了133点 收盘指数17269点 跌幅0.77% 成交金额5048亿元 OTC原本是比较强的 但昨天呢也开高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大跌了4.17点 收盘指数是219.79点 跌幅1.86% 好那么至于在这个 这个昨天结构上面呢 三大法人其实是小幅卖操 外资呢卖操35.6亿 投信卖操9.6亿 自营商卖操了1亿 那么昨天呢 其实各大类股几乎都下跌 只有十平股上涨 那么其中最惨烈的 当然就是航运股 航运类股呢 那么整个类股的跌幅 达到了6.7% 其中呢长荣跟阳明跌破了季线 现在担心的是呢 他们的融资的张数 还有50万张 那么现在呢 他们的融资维持率 几乎已经是来到了 随时有可能会断头的 130%这附近 尤其是台航跟阳明 还有长荣跟万海 这一点呢 显然对市场的信心冲击会很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